那三个字再说一遍 好不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第一位脱口秀演员 臭不熬 许人生 你们让我缓一会 缓一会 太恶心了 我脱口秀职业的花铁炉应该到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志胜 大家好 很开心来到咱们这个点桃省心大会 大家也都知道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 其实我读书的时候成绩真的还挺好的 因为这跟双十一其实有很大关系 因为我们学校的奖学金是11月10号发 所以双十一不仅刺激了消费 还刺激了我们学习 就谁拿着奖学金高啊 从他这个月收的快递的量就可以知道 就好学生天天收快递 就那个一刻我们才知道 老师的教导果然是对的 好好学习一定会有收获的 但是啊 因为你经常学习 付回款的时候经常会忘了 当初我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 就你都交了定金了 你有感觉真的你有付违款的 你感觉你付的不是违款 是定金的赎金 对啊 对啊 要不然不退定金 那个挺好的 而且那些成绩差的同学借钱的时候 说的都是您放心您放心 我这边就周转一下退货之后立马还你 而且关键是毕业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双十一买到的东西啊 根本用不到 你又只有拿到学校的跳蚤市场上去卖 我就感觉啊 学校的跳蚤市场 才是我双十一的下半场 而且啊 我发现 双十一买的东西 在跳蚤市场 性价比是最高的 有些同学啊 甚至特意在双十一进货 去跳蚤市场倾销 关键是啊 双十一之后大家都没钱了 整个学校你就发现 都发生了一种反主现象 大家都开始进行一种古老的 以物易物现象 就那个时候纸巾都不是纸巾 是一般等价物 它就起到了纸币的作用 真的 我有一次啊 真的 我有一次在那卖东西的时候 一个同学啊 拿着他装饰用的贝壳来给我交话 我都惊呆了 我说你不会是袁某人吧 他说不是 我是北京人啦 但是我最近发现 网购啊 确实越来越不省心了 你总会担心它会不会降价 你现在你能发现 现在所有的商品都会有两个价格 其中价格高的被一条横线划去 你又感觉这个价格 象征这个商品的光辉岁月 旁边永远都是一个历史最低价 每次买完这个东西 你都感觉啊 自己是历史的幸运儿 但很快你又发现 历史被改写了 真的我就看着不断变低的价格 我有一头感慨 我说这历史的车轮转动得 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呀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谈恋爱了嘛 谈恋爱了 然后就想送女朋友一些特别的礼物嘛 然后这个时候就要去搜索框里 送女朋友的特别礼物 发现这些礼物真的出来之后 都还真特别贵 关键是这些贵的礼物旁边介绍 有的还特别写着那种挑衅的话语 说小贵但她喜欢 但我想我女朋友肯定不是那种物质的人 所以她越这么写我就越不买 我还特别想告诉商家 说我小气但她喜欢 我爸妈最近也开始网购了 但是我爸爸特别容易被一些宣传欺骗 真的我爸只要看到一些弹窗 说什么全新电动车 续航百公里只需9块9 立刻特别激动 点运气就要买 我真的不是怕她买不到 我怕她真的买到了 我爸50多岁了 骑着9块9的电动车上街 那真的是正值壮年呀 他真买到了医保都得搭里边 就我爸最后还是买 因为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他点进去那个链接 就发现这个9块9的电动车 价格变成了2999 我爸特别生气 他说这个油费为什么这么贵 都什么年代了买东西还不包油 而且我爸现在真的是在网上 特别执着于买一些特别便宜的东西 之前啊 他15块钱买了一条皮裤 穿了一天就开始掉皮了 但那些皮又没有完全掉下来 它就搭了在裤子上 我看到之后我就想跟我爸说 我说爸 你这个裤子是真皮呀 我说你这个裤子不会是蛇皮吧 都开始退皮了 你这要穿到夏天 这都能变成一条丝袜 真的买这种便宜的东西啊 最大的问题就是太不省心了 我爸就应该多看看点头 就不会买到这么不省心的东西了 而且我今年上节目之后啊 条件也好了一点 大家也都知道我消费能力提升 开始给我推荐一些贵的东西 我自己有时候也开始浏览一些时尚单品 但我就发现啊 只有淘宝的猜你喜欢 仍然在给我推送十块钱四双的袜子 你就感觉就只有猜你喜欢 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关键是他还真猜中了 我还真的特别喜欢 就是我发现就只有猜你喜欢之道 虽然我已经红了 可我还是那个喜欢穿两块五 一双袜子的三个少年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徐志胜